大家移民到英國,第一站都會想到倫敦 究竟除了倫敦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地方值得移民呢? 如果大家想知道,就不要走開了 大家好,我是Lion哥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分享和訂閱我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一有新影片的時候,就會通知到給大家 我今天介紹給大家的地方就是Sherry Sherry的總人口大約有120萬 總共有11個區 它是位於英國的東南部 氣候比較適宜香港人居住 它的平均氣溫是由4度到17度 有時候夏天都是21度 由Sherry出發去倫敦 如果搭火車大約需要半小時 如果自己開車大約一個小時就到了 所以交通是非常方便 我們今天去Sherry看樓 Postal Code是GU68NE 發展商是Ember Partsize 今天看這間是三房兩浴室 發展商叫做Line Detach 但我看是排屋 這個Line Detach 有車房 現在我們跟一跟地產經紀姐姐 進去看看這間屋是怎樣 這間屋左手邊 就是廚房連一個飯廳 它的面積大約190呎 這個積比較有趣 它可以經過廚房再去客廳 在廚房內的設備有基本 有雪櫃 洗衣機 洗碗碟機 這個是左邊 右邊有焗爐和煮食爐 它的煮食爐就是明火 大家都聽了我這麼久的介紹 就很少介紹七學煙機是怎樣 為什麼呢 英國很少扭七學煙機的喉是向外面的 通常都是內循環 即是裡面有一個格子 給你隔著油漬 你要定期清洗 好 來到客廳 客廳面積大約210呎 客廳面積大約210呎 客廳面積大約是花園 花園也算很大 我很喜歡 尤其是在花園前面鋪瓶 我們走出去燒飯吃 就很方便 不用拆進泥 在余地 trochę焙熱 Mental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一旁的肉室就是基本的 就是用肉缸设计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先看下主人房 主人房面積大約125尺 所以可以做到三邊下床 主人坊裡面有一個套廁 它的設計是一個企缸 瓷磚鋪至上頂 但大家留意一下馬桶 是不是非常漂亮 是很漂亮 但大家如果需要維修 就是很麻煩 大家留意到 房間沒有這個衣櫃 原來裡面 房間和廁所中間 有一個衣帽間 用盃子 主人房間,對面有兩間房間 對面左邊的房間比較小,大約100呎 現在看到發展商就擺設了一個客廳的研究室 旁邊的房間大約120呎 現在看到發展商就擺設了一張單人床 所以你會看到可以擺設衣櫃,又是比較寬鬆 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就看完這間屋的積極 這間屋的總面積大約是800呎 這間屋的發展商就沒有標價 原因就是發展商用來做示範單位 到樓盤賣光了,這間示範單位最後都會推出來賣 到時就要連這些裝修賣 我估計它的價錢,售價大約是45萬磅 這個頻道是關於英國的房地產 大家有興趣的請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一有新片的時候就會通知大家 最後大家記得追蹤我的IG 那裏有很多在Youtube不會公開的知識 我們明天見,拜拜 拜拜